所以孩子 你一定要去找到你爹 把他救出来 你能够答应我吗 娘 我答应你 太后 谢谢你孩子 未来的路 一定是非常坎坷 非常危险 但是你 一定要咬着牙挺过去 听见了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娘 我知道了 孩子 娘还有最后一个心愿 你可以替我完成吗 您说 就是 代家院子的那道枪 不管我是否能够亲眼看见 我希望 你能够亲手 帮我拆了那道枪 我不希望看到一个四分五裂的代价 我想 要有一个真正完整的家 娘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 完成你的心愿 亲手拆了那道枪 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来来来来来来 来啊老婆 来啊来来来啊 吃饭了 来来来来来 吃饭 来来来来吃饱 好一点 天塌下来才有力气扛啊 来 吃了心情保证好 干什么你 这是给大少爷给小蛮准备的 轮得到你啊 这么说我刚才白忙活了 我说什么呢 彩霸 帮忙的是我 你都打呼噜了 你这造反你啊 当着出我的仇 行了 彩霸 金龙哥 我知道你们是想逗我开心 这霸家我是白挨了 彩霸 你太使劲了 打那么狠干嘛 玩玩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回代家 你要回代家 可是现在代家有那个 二夫人跟他的野男人霸占着 你一回去 你是要看着他们亲亲我我 还是耀武扬威啊 而且二少爷 把离婚协议书都给你了 这等于跟你一刀两断了 你回去干嘛呀 代家二少爷可是个冒牌货啊 咱们小蛮才是正宗的代家女儿 那代家不能落到外人手里啊 哎呦 小蛮是貌似救过你的 你把他当摇权术啊 可是我身为小蛮好啊 他亲爹失踪了 亲娘在牢里 他要不管的话 他爹娘不是气死 就是被害死 财爸说得对 他说的这些 娘也嘱咐过我 他跟我说 千万不能让代家落入别人手里 哎 突然变成代家的女儿 偏偏有这么多事情 我现在的心情 真的很难形容 以前只要跟着财妈 带着四个弟弟妹妹 在街头谋生 虽然平凡 但至少过得很快乐 现在 要突然面对这么庞大的代家 面对那么多人 我真的有点力不从心 小蛮 先别急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杨总管真的确战纠巢 倾吞代家的财产 你打算怎么办 哎呀是啊是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个杨总管肯定啊 不承认你是代家的女儿的 这些我都想过 就算有一天 不能够认祖归宗 但是我知道 只要我身上流着的是代家的血 我对代家就有责任 现在最重要的 是救回我的爹和娘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小蛮哪 财妈知道 你已经决定了 我也没有办法再阻止你了 不过 你一定要答应我啊 你回到代家之后 你千万一切要小心 小蛮 有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千万不能把自己的真实身份 透露给其他人 杨总管他们 已经染了一手的血 绝不在乎再多你一个 我知道 放心吧 来来来 吃饭吃饭 来来来 吃吃吃 手语不错啊 多吃点啊 陶儿 这是上个月呢 棉花采购的竞价 你看 这一栏呢 是价格 这一栏呢 是重量 这不就是零到九的数字吗 怎么支撑这么多的图表啊 陶儿 这是账本 不是图表 好 娘 我都头晕眼花了 你就让我休息休息吧 陶儿 外头的人 都等着看你的表现 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吗 啊 我已经够专心的了 可是 你们要给我点时间 适应适应啊 陶儿 我跟你娘有心等你 整个代家等不了你啊 我回来了 小门 你怎么回来了 小门 你也太不像话了 一出门就不见人影 几天几夜不回家 你把君涛和这个家 当成什么了 我去了什么地方 见了哪些人 杨总管应该比我清楚吧 这 你的朋友李逵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你不会不知道吧 有这种事 哦 呃 那只是个失误 我已经教训她了 她以后不会再犯了 犯错的岂止她一个 十八年前到今天 你犯的错还少吗 二少奶奶 你现在已经不是在街头巷尾打混的小女孩了 你现在是二少爷的妻子 代家的媳妇 街头巷尾的谣言 你怎么可以轻信呢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最清楚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些 娘 今天我回来 是想请您帮个忙 想请您让领事大人出面 救出我大娘 哼 我没听错吧 当初是谁信誓旦旦的 要找出毒死她弟妹的凶手 现在凶手找到了 你反而又要替她开脱 你自己脑袋有问题 我可没有工夫陪你玩 你明知道那是大娘的无心之过 她是罪有应得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想把我除掉 如今我落得个轻松 我干嘛拿一块石头在自己的脚 二少奶奶 你不要以为二少爷宠着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代价的立场很明确 不可能让一个杀人犯来掌管代价 谁才是杀人犯 十八年前你毒害大娘 现在又勾结外人谋害老爷子 你才是杀人犯 你 你少得意忘心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的罪行告诉寻补房的 因为我知道 朱补头跟你们都是一伙的 我会用你最不懈的 街头混混的死缠烂打盯住你 把你的罪行召告天下 杨总管你别以为租界法律可以保护得了你 有本事你永远不要出这个租界 你住嘴 好啊 你居然刁瞒到我头上来了 这可是你自找的 老实的 再等我把你手揪下来 他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呢 他要不是怀上了代价的孙子 他早就尸骨无存了 偷偷住手 我肚子里怀的是代价的孙子 还是你杨总管的孙子 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这个秘密 再加上我肚子里的孩子 能不能换取大娘的自由 就看你们自己了 娘 我还有事 先告退了 小蛮 他怎么会知道的 他怎么会知道的 还有问吗 一定是他我告诉他的 大年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紧张 这个丫头要跟我玩阴的 好 那我们等着瞧 親 symptoms pay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 快快快快 来 开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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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一排 反 оно 反ое 反� χ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刀子 刀子 通杀 通杀 赔钱 罢了 罢了罢了罢了 不得了啊 当然啦 姑别害怕 谢谢 猪大人 请求您放过我吧 你怕什么呀 我就叫你帮我一个小忙 不是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不帮 帮帮帮帮帮 你说怎么帮吧 我帮 乖就好啊 这里所有桌上的钱 打包 是 白总 你快跑 叫你滚 你没有听到吗 我来 只是想救大娘 都没姐 还有老爷 你告诉我 他们到底把老爷 关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我问过我娘多少遍了 我爹在哪里 可他就是不告诉我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你赶紧走吧 我不走 颜小蛮 除非你坦白告诉我 为什么一直要我走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带君涛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等你回答 好 那么我就告诉你 我对你没有兴趣了 我现在是带家的主人 想讨我欢心的女人多的是 我胃口大了 我见到你碍眼了 懂了吗 君涛 你的谎撒得越离谱 我就越确定 你一直想赶我走 其实是为了保护我 我没有 你有 你在记者会上 说要跟大娘撇清关系 其实你是为了让你娘 还有杨总管放松警惕 好四季救出老爷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别人不知道你 但是我知道 别人不了解你 但是我了解你有多善良 我知道你心里其实很难受 因为一边是大娘 是老爷 一边是你血浓于水的亲爹亲娘 对吗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我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胆小鬼 我是一个只懂得用话笔 天天待在家里的无能少爷 大娘都已经被关了 可是我呢 我还是是非不分 左右为难 我连保护你离开代家 我都做不到 君涛 小麦 你不知道 小的时候 我爹忙 我第一次犯病 是杨总管背着我去医院 我生病了 吃不下饭 是他哄我 动开心 他不懂什么叫做艺术 可是 只要我想要的颜料 我一转头他就能够买回来 小的时候我不懂 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明白了 原来杨总管一直守在代家 不仅仅是贪图你们家的财产 而是要守在你跟你娘身边 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二少爷 我爹不是处心积虑 要毁掉代家的大仇人 我更不用挣扎 到底是把他轰出代家 还是 还是把他送进寻补房 大义灭轻 谈何容易 君头 你何必这样为难你自己 小白 你要是想安慰我的话 你现在就赶紧回到财妈身边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我知道 其实一直是我在拖累你 从我一开始把你打孕 到假结婚 还有到现在 我要救出大娘还有老爷 一直都是我在惹祸 你在保护我 别说了 离婚写遗书我早就给你了 我已经签了名盖了章 只要你在上面签名 你我就不是夫妻了 君头 君头 至于假怀孕的事情 我会选择时机成熟的时候 告诉我父母的 但是在这之前 你一定要走得越远越好 因为他们一旦知道了 绝不会饶了你 你做这么多 原来都是为了我 好了 我不想再听这些了 我知道 你想救大娘还有我爹 但是你留在这里也没有用 我没有什么把握 但是我会尽一切能力 把他们救出来的 金龙哥 好 小门就拜托你了 好 我走 但我还会回来的 你还回来干什么 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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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作 — 主大人 — 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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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两句吧 主大人 你说一下吧 主大人 你俩开心疗啊 主大人 — 主大人 修大人 下来 来来来来 往这喊 主大人 — 来来来 主大人 你俩开心疗啊 好了了啊 走开 走开 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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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开心疗啊 主大人 主大人 习惹啊 早就被狗吃了 看来你的小兄妹啊 孝孝儿像个人 上海牛狂啊 费使劲啊 不要连呸 一定是那个老东西搞的吧 等我回去飞扒了他的皮 请愿告监察官说明 经查 嫌犯方德兴与林东梅 已掺有剧毒砒霜的肉包子 毒害严姓兄妹严小雷与严小玉 罪证确凿 请居提后 该嫌犯 对所犯罪行 坦诚不讳 现在就请寻补房朱补头 就此案当庭说明 朱补头请 报告庭上 那对被害的小兄妹 在死前亲口供述 经过本人弃而不舍的调查 带领了法医在戴家的后院 发现了一具狗尖 发现了一具狗尸 我想死 我 试试用的 经毒化验 那条狗果然是中毒而死的 由此可以证明 那对小兄妹 果然是误食了喂狗的毒包子 这才难逃一死的 法王辉辉输而不漏 本人已将代价的大夫人 以及丫鬟东梅 逮捕归案 如今大夫人亲笔画鸭的口供和笔录 就在您的面前 请上一看便知 被告方女士 针对远告的说辞 你有何回答 娘 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了吗 我决定了 听上 我来为我的当事人发言 第一 她承认的确把那毒包子 给了严家小兄妹 速经 但是第二 方女士根本不知道喂狗的包子里面有毒 而是在事后才知道 所以本席请庭上孤敏其情 以过失杀人罪论处 第三 所有的这一切行为 就是方女士自己所做 跟她的丫鬟东梅无关 请庭上立刻释放她的丫鬟林东梅 庭上 我反对 什么叫过失杀人呢 难道 方女士不知道包子里下了毒 那 下毒之人是谁呢 难道另有其人吗 方女士 我想 亲耳听你告诉我 到底 是谁在包子里下了毒 如果不是你 又是谁呢 听上 我来替我的当事人回答 不行 听上 案情重大 请容我上前询问 嗯 整个案件的细节 只有方女士最清楚 我希望 听她亲口告诉我 戴律师 朱捕头说得对 就让方女士亲自回答 可是 是 方女士 你都听见了 快回答 那包子里的毒 不是我下的 那到底是谁呢 我不知道 哦 难道是二夫人吗 可据我所知 二夫人哪天去参加一个宴会 根本就不在 难道 是代老爷代庆豪吗 不 我当然知道不是她 因为下毒的根本就是 你 听上 请不要相信 方德信的狡辩之词 根据 小的调查 那剧毒的皮霜 的确 是她 和东梅 放进包子里的 并且 还送给了两个 无辜的小孩子吃了 这种行径 怎么能叫过失杀人呢 分明就是 故意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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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这就不一样 苏鸡 那包子里的毒 真的不是我下的 够了 你口口声声说不是你下的 可是你又说不出是谁下的 这种鬼话 三岁的小孩子都骗不了 听上 我 还有一位关键的证人 他足以证明 方女士是在说谎 那就是那对小兄妹的养父 严禁才先生 好久不 不是 方德心 这回你是死定了 你的意思是 方德心必然唯一死刑 当然 咱们等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 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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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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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前些天 方女士是不是给了你一笔一千大洋的巨款呢 我 我 我 快说 是不是因为她知道 你在怀疑她是凶手 因为她心里有鬼 因为她害怕了 信虚了 所以用那一千大洋 刻意来堵你的嘴 让你别说出来 是吗 这个 说 我我我说 一千大洋 封口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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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么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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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老多 都听到了吗 张女士的这种行为 根本就不是什么过失杀人 她还想用巨款收买严禁才 稀释宁人 她的种种行为已经证明了 他非但是凶狠地毒害了两个孩童 而且并无半点悔意 希望庭上处以畸形 抗议 朱捕头 你这分明是在罗织罪名 庭上 方女士从头至尾 不曾给过严静才先生一毛钱 她的这个封口废之说 纯属杜撰 请庭上明察 好啊 到现在被告你还在狡辩 听上 请允许我再传一位证人 这个人 就是带着的二少奶奶 严小蛮 小蛮 这怎么会是你啊 二少奶奶 请吧 娘 你真的希望大娘被判死刑吗 我 娘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的 大娘一个人扛下代家所有的罪责 不仅是为了保护爹 更是为了保护咱们代家 如果不是因为大娘 我们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吗 如果不是因为大娘 这个代家 恐怕早就已经垮了 如果是娘的话 娘会这么做吗 我未必会这么做 娘 有点轻估她了 轻估了什么 轻估了她的决心 轻估了她保护代家的决心 娘 你既然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伸出援手 现在还来得及 二少奶奶 请问你嫁进代家之后 大夫人方女士带你如何呀 大夫人一直对我很好 那你是否认为 方女士和东梅 就是杀害你弟妹的凶手呢 据我所知 大夫人并不知道包子里有毒 所以才会把她拿给我弟弟妹妹的 连你都说她不知道 这倒奇怪了 难道 你认为是其他人下的毒 那到底是谁 既然不是大夫人 也不是二夫人 那就只剩下老爷子了 年小满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那下毒之人 就是代庆好老爷子吧 不 不是大老爷 也不是方女士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但我知道不是他们 别狡辩了 我 到现在 你还不肯说真话 难道 你忘记了你的弟弟妹妹 是怎么惨死的了吗 我 听上 我想算了 如果被告 到现在还不认罪的话 那我想同时把代家的代老爷 也列为被告 因为 如果不是方夫人的话 那凶手 就一定是代庆好代老爷 等等 房女士 你有话要说 叶小满 你不要为我开脱罪行了 法官大人 是我在包子里面下的毒 是我害死了那对兄妹 成日了 成日了 我是杀人犯 不是 我知道不是你 不是的 不是的 没道理啊 刚刚还在 来不及了 怎么说 当初已经走差了路 想再回头也来不及了 你为娘后不后悔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赢了 我赢得了一切 但是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 戴律师 戴律师 跟我走 一魁 你又想做什么 你还真能躲吗 还好 我最起码知道 你今天必须来这儿 怎么着 乖乖跟我走吧 少受皮肉之苦 谁跟谁走啊 兄弟们 上 快 快 走 走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么一招 这儿可是防御院 有本事你开枪 我再警告你一次 你们再敢跟来 我打断你的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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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我娘故意杀人 那么极有可能怕我娘死刑 温天哥 你先别着急 说不定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一定是杨总管他们在幕后指使的 他们明知道我娘不会供出我爹 这才咬定他故意杀人 这 这分明就是想置我娘于死地啊 哎呀 可是那帮人哪心狠手辣 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的 你生气有什么用呢 我看这样吧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想个办法吧 不行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再等下去的话 只会看着我娘上绞心台 我现在就要去找她们说个清楚 冯天哥 你要去哪儿 别追了 小小姐 我知道她要去哪儿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娘 背叛入狱 却没有办法 看着那些坏人无作非为 却没有办法加以制止 温天和我 都只剩一条路可走 就是一定要跟杨总管那些坏人 斗争到底 绝对不会妥协 你的意思是说 温天哥要回代家 就让他去吧 无论如何 他都是要走一趟的 我跟温天 无论付出什么努力 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一定会把娘救出来的 绝对不会放弃 杨大廷 二杨军偷你们出来 我要借你们 没有杨总管的命令 你不准进去 杨大廷你给我出来 我要借你 怎么 在法庭上打输了官司 想找人出气啊 杨大廷 你坏事作绝就不怕遭报应吗 住嘴 都被逐出了代价 还敢在这撒野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阴谋诡计 你巴不得我娘背叛死刑 你想让代价成为你的囊中物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让君涛出来 我要见他 洪出去 是 抓手 君涛 我有话跟你讲 我没有话跟你讲 大温天 你现在跟代价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劝你别自讨苦吃 自己呱呱走出去吧 二娘 你在代价 我爹是怎么宠你的 是怎么信任你的 可你是怎么回报他的 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丝一毫的良心 你就救救我娘 现在还来得及啊 把他给我赶出去 走 走 住手 他要跟我谈 我就单独跟他谈的 放开他 涛儿 你想干什么 娘 你放心 我会让他死心的 涛儿在想什么呀 来云 在 涛儿 君涛 你到底怎么了 你说实话 否则以我对你的了解 就算杨总管是你亲爹 你也不会跟他狼狈为奸的 你真是太一厢情愿了 我跟你说 我真的跟大娘划清了界限 大娘犯下了这样的罪行 他怎能容于代价 又怎能容于整个社会 我现在是代价唯一的继承人 我唯有跟大娘划清界限 才能保全整个代价不受伤害 不是吗 这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 你在骗我 你在骗我 你骗我 你这不算是从来的 你自己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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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自己看了 同一个女人而反目 你现在被赶出了戴家 而我还留在戴家 所以你和我根本 就是两条路上的人 君涛 你如果真有本事 就救救我娘 让她免除死刑 这是戴家主人 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君涛 你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忘了我娘 对你的好呢吗 她是怎么疼你的 她待你就像亲生儿子 没什么两样啊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多想了 我和你戴问天 还有大娘 从此以后 恩断义绝 你说什么 难道你真的不舍得 戴家的一切 难道你真的以为 你还是戴家的儿子 想回来分一杯羹吗 那么我告诉你 你错了 我奉劝你一句 你最好掂量掂量 你自己到底有几斤重 这种话 这种话你居然说得出口 难道我说错了吗 戴问天 就连你现在的身份 都是戴家给的 戴家已经给你 给的够多了 怎么 你还想向我乞讨什么 别忘了 你是一个律师 而不是乞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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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咱们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吗 你忘了咱们两个 就像亲兄弟一样吗 我愿意为你去死 愿意为代家去死 如果你爹娘 真要找一个人偿命的话 我希望他们找的人是我 而不是我娘 君涛 我不能看着我娘 在我的手上被判死刑 我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 我才来找你 求求你救救我娘可以吗 弟弟 我求你了 可以吗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君涛 你个乞丐给我起来 你这乞丐 你已经不是我们代家的人了 你给我滚出去 你们还处在那干吗 给我带走 带君涛 你不是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滚出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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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儿 桃儿 你们刚才都说什么了 啊 我还没跟他说什么呀 我就是告诉他 我再也不是以前的带君涛 我不认识什么带问天 还有方德馨 温天哥 你何苦跑到代家去受这种苦呢 这到底是谁动手的 温天哥 你就别问了 难道是君涛 对 一定是君涛 所以你才不肯说的 对不对 温天哥 你是不是还没有吃东西啊 我去帮你弄碗面来吧 休息啊 谢谢你 你不用对我说谢谢 我能为你做的 也只有这么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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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决定 决定要离开你了 为什么 因为我爹的所作所为 让我感到很不堪 我一想到他做的那些事 我心里就感到特别的内疚 我没有 我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你来爱我 我 我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跟你在一起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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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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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你爹也不能 你不能离开我 这是我的命